本章分享的是创业者跟投资者 我们今天讲的是风险投资者之间的沟通与会 也就是IPO首次公开发行 常常很多情况的时候 创投公司或者说我们讲风险投资公司 通常问创业者一句话 你觉得贵公司在五年以内可以IPO吗 然后接着第二句话这句话去问号 接着第二句话的话 通常因为你会回答对不对 然后再第二句话就是说 没有IPO的项目我们基本上没有兴趣 这个是景谈号 而且基本上这就是个答案 所以说今天一个创投或者创业者 你今天要寻求资金的过程 你是不是应该要了解什么叫做IPO 其实IPO的话就是首次公开发行 就是说把股票可以上到股票市场 让很多公众购买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首次公开发行 它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以风险投资公司的人来讲 它其实它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你上市之后价格就很确定 因为公开上市 10块就10块 20块就20块 40块就40块 第一个价值价格很确定 不会在像以前在投资你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公开上市 那到底我的股票是增加还是减少 我的总投资金额是增加还是减少 是往上走往下走完全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上市后的话 第一个好处就是价格很确定 第二个上市后第二个好处就是 对风险投资公司来讲 它随时都可以卖 它只要觉得今天不对头 它打一个折扣 它马上就会换成现金 它要脱逃非常容易 所以上市之后 它随时可以卖的话 基本上来讲就是风险 所以我们今天讲 风险减少 它事实上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价格确定 不再次不确定 第二个 风险第二个意思就是说 它到底哪时候可以变现 到底长时间可以变现 还是短时间可以变现 然后最后一项 对风险投资公司来讲 最重要的东西是说 因为很多风险投资公司 它都是基金型的 那它可能就有期限 也就是十年内 或十年左右 或七年左右 大部分都是七年 它会再延长三年 大部分就类似这样子 它必须要把钱还给出资人 那你今天是股票 你只要有IPO 它就可以用股票去还给出资人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来讲 就有利于它后续资金的募集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依 我是玩虾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